-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同大家更新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香港發生的,就說深水埗有個男人被人禁錮嘔打, 還要找兩個人夾住他去銀行提款,最後結局是怎樣呢? 香港警方破獲了一宗懷疑是禁錮的案件,同時也倒破了毒窟,還有武器庫,消息就說, 一個年齡大約37歲的香港本地男子懷疑被人禁錮和嘔打在一到兩小時後, 兩個男人協持著他去到長沙環附近的一間銀行要他拿了戶口裡所有的錢出來, 而事主就向銀行職員打眼色,這個職員即時覺得有奇怪所以就報警。 警方去到現場就捉到這兩名歹徒,也是根據事主所提供的資料, 去到長沙環鑽石樓的一個角樓搜查, 起出一把西瓜刀,兩把日本刀,兩支長短,懷疑是仿製的槍械槍管, 還有一個胡椒噴霧,一支電槍,少量毒品。 整單案件一共拘捕了四個涉案男子, 還有裏面包含了三個越南男人。 根據消息所指,這個涉案的角樓是一個毒品中心, 事主懷疑是去這個地方吸食毒品, 但被人發現原來他有毒品數還未找清, 於是就被人禁錮加偶打, 再被挾持去到銀行要求提款找數。 你覺得你在銀行喊救命,保安不會鎖住門口不讓你出去嗎? 銀行搞這些事就好嫂妓的嘛, 他抱著保安你都大鎖啦, 那現在還搞到自己可能要坐牢咩,你說幾慘呀? 那都是那句啦,出來逛逛, 除了會打打殺殺之外, 其實你都要帶回少少腦,適用下腦的, 如果不是,就好像今次這幾個犯人那樣啦。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邊留個言啦, 下集再見啦,拜拜!